就跟我們國家的老師學校還有教育家一樣 他們是一群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的人 女人有一個特質是男人永遠做不到的 就連我這樣子這種 沒親目秀老師被別人說像娘炮 然後每次出去吃飯都會被認錯性別的男人都做不到的 那就是懷孕 我不會懷孕 我也不想懷孕 但是現在左派在我們的國會裡 各位聽了沒有錯 別人的國家都在討論俄羅斯、烏克蘭、伊朗、中國、台灣、以色列、核武、外交、經濟 我們美國的國會討論的是女人能不能懷孕 有些男人也是可以懷孕的 不是懷孕的人就叫做女人 也有很多女人她是不能懷孕的 沒有錯 這就是長期以來國會的鬧劇持續上演 我們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老師你已經說了幾次 你已經說了幾次 你已經說了一句 我要確定我明白你意思 你已經說了 你已經說了人們 的潛在育孕 會那些女人 會那些女人 很多女人 有潛在育孕 很多女人 都沒有潛在育孕 有潛在育孕 也有潛在育孕 也有潛在育孕 所以這不是真的 一件女人的女人 問題 我們可以認識 這件事 這件事 影響 影響 這件事 影響 影響 有潛在育孕 也有潛在育孕 女人 你不說 我開人 有潛在育孕 以為 當女人 當女人 都沒有潛在育孕 沒有潛在育孕 我會 有潛在育孕 一人 的五位 人 有潛在育孕 所以 我會 因為 因為 你知道 myself shouldn't go on my line of questioning we can talk about it because denying that trans people exist and pretending not to know that they exist I'm denying the trans people exist by asking you if you're thinking about women having pregnancy do you believe men can get pregnant no I don't think men can get pregnant so you are denying trans people exists thank you and that leads to violence is this how you run your class room are students allowed to question you or are they also treat it like this where they're told that they're opening up people to violence by questioning 這個影片是左派跟右派都超愛的影片 在推特上面爆紅 左派在說這個老師徹底的擊敗了Josh Hawley 右派說Josh Hawley徹底的揭發了這個左派老師的愚蠢 這個其實是個很奇怪的問題 因為你要把明明就是同一個東西 刻意做切割 把女人跟可以懷孕的人做定義上的不同 就跟我們把在宇宙中有一個超強重力和電磁力 在我們太陽系的中間直徑有86萬5000英里的這個 電漿火球跟太陽做區別一樣 但是這就是這個老師在做的事情 過度的形容一個單詞 把這個單詞說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他們還是要繼續使用這個字 只是完全扭曲這個字的意義而已 就在當下創下了國會史上最沒有意義的話題 接下來就開始眾議院了 眾議院要來探討 女人跟墮胎的權利的關係 再度刷新了國會紀錄 在裡面每個這個教育家 老師教授都爭先恐後的真第一 看誰才可以超過參議院裡的這個 Professor Bridgett成為國會史上發言最蠢的女性 不對 女人 也不對 可以懷孕的人類 那我們先來看看 Sarah Lopez 這個是一位支持墮胎的可以懷孕的人類 在國會發言 這些限制要做的就是 嘗試避免疫苗 但是疫苗是健康 我的疫苗是最好的決定 這是一個自愛的行動 我今天來保證 我們要保證 所有人現在需要的疫苗 或是有疫苗 或是需要的疫苗 都不會獨自 無論如何 政府都要強制我們 墮胎 是他這一輩子做過最好的決定 沒有錯 墮胎讓他成功的成為一個 沒什麼用 沒什麼影響力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的人 但是他可以再 他犧牲了自己的靈魂 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小孩 他換到了一個是如此悲慘 而且愚蠢 可笑的 而且沒有任何目標 跟意義的人生 就連他自己都說了 付了四百塊錢 讓人去殺了他的孩子 是他這一輩子做過最好的決定 Best decision of her life 他說這是self love 自愛 不過這跟愛 沒有任何關係 可以說是自戀自利自私自滿 有很多自什麼的 但是絕對跟愛沒有關係 因為愛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 愛是心甘情願的為別人付出 自愛就是為自己付出 但是墮胎絕對不是自愛 墮胎是一個女人放棄了成為母親的快樂 身為一個女人的特質 身為一個人的職責 她犧牲了這一切美好 為了要到國會發言 然後被寫進國會史上最蠢的對話紀錄 讓自己有個悲慘的 無恥的 充滿罪的 殺人的 孤單的一生 她要花一輩子的時間 試圖說服這個世界 每天自欺欺人的想要合理化 這個她這一輩子做的最好的決定 很明顯這不是自愛 這是自卑然後在假裝愛自己 然後國會就繼續開了 其中有一段這位Lopez被問到 她這份自愛應不應該要被延續 甚至到她子宮外面之後 她還可以自愛嗎 這個單詞叫做infanticize 就是在一年內殺死嬰兒 這個樣子可不可以 以下是Sarah Lopez的回答 她不同意 她不同意 这个问题的基础原则 这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的基础原则是什么 他只要说不可以就好了 这个最基本了吧 都出生了 怎么还可以说要杀掉 为什么不能就直接说不可以 让我来重新问这个问题 一个婴儿出生后六个月 你还可以谋杀他吗 如果你的回答不是不可以的话 你现在就应该去精神病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没办法说不可以这三个字 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被问了好几次 不同的左派的人回答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杀小孩 女士先生 你认为不可以杀小孩吗 我认为你用症状的语言 来说不出现状态 我们没有不可以杀小孩 医生也不会这样 也没有人家 我认为是因为病人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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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你我也认为 limits 你一个很低缩 你多好 opin份 因为... 因为你觉得... 你没有人家的回答 醫生不會實行 殺陰的手術 但是跟他們可不可以不一樣 或者是他們做的對不對不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醫生有在做殺陰手術 美國有一個變態醫生 叫做Kermit Gosnell 他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他現在在監獄裡面 日本二戰的時候 在東京新宿區 有一個叫做受產院的醫院 裡面有一個護士 叫做石川美學 他在戰爭之後看到了商機 那些妓女懷孕了 卻無法撫養他的小孩 全部都送到他那裡 他一共殺了103個嬰兒 警察調查那些屍體的時候 還有發現3歲到5歲的小孩屍體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節目之前也有報導過 在我們國家的首都的墮胎診所 幾個月前也才發生了 屠殺嬰兒事件 他們就把生出來的小孩 放在那個地方 只要不管他 哭一哭就安靜了 哭一哭就沒事了 哭一哭就沒了 過了幾個小時 只要不去幫助他 他就是個死人 他就是個被墮胎掉的嬰兒 這是那個醫生親口說的 我相信這樣的事情還在發生 因為那個醫生沒有被抓 墮胎診所也沒有被檢舉 連調查都沒有調查 他們還開記者會 警察開記者會說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合法墮胎 屠殺嬰兒的事情有在發生 而且一直都有 特別是那些 現在在支持墮胎的人 拒絕反對這個樣子的行為 這樣子的行為就會越來越多 回答那幾個女的 其實只要很簡單的回答說 我怎麼可能支持殺嬰兒 你神經病嗎 這跟墮胎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只要說不 就可以把問題全部都推還給 那個問問題的人 而且會讓問問題的人感覺很蠢 但是他們不能這麼回答 因為他們知道指責殺嬰兒 只因為那個嬰兒出生了幾秒 就會讓嬰兒出生前幾秒 就可以殺死他 這樣子的觀點變得很愚蠢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因為人的生命是透過 女人的陰道來決定的嗎 出生前一秒跟出生後一秒 差別是什麼 生命就不是生命 人就不是人 嬰兒就不是嬰兒 這幾秒鐘之內 改變了什麼 什麼東西改變了 發生了什麼 除了嬰兒的位置不一樣 還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知道接下來 會是一串這個樣子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說 殺嬰兒是個錯誤 不過這還不是全部 接下來這些witness 證人被問到 女人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 以下是精彩片段 從來這年來的 我們的新 Supreme Court justice Ketanja Brown-Jackson 被問了什麼女人 她曾經過一個難度 解釋的 因為你 是個總統的 I am a woman that's how I identify but I wonder however if in part the reason that you're asking a question is that you're trying to suggest that people I'm simply asking the question and I simply want an answer and so I think it's actually really important to be very clear her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identify as non-binary I think okay about five percent we're not gonna go there I was hoping maybe you would be I was hoping that maybe you would say something that maybe we learned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hat has to do with x and y chromosome but which define male and female but I guess we're not going to get there 女人是什麼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沒到三歲的女兒都可以回答 但是這些大學教授政治精英社會女強人為了女人發聲的組織 卻沒辦法說出來他們到底是為誰發聲為誰而戰為了誰 也在全力奮鬥對我來說這樣的聽證會是有非常大啟示跟目標的 我覺得這樣的聽證會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因為這是國會史上最大的笑話 這些是民主黨人要的聽證會讓他們出來說明就是沒有了Roe v. Wade 之後這個世界有多糟糕我覺得很棒讓這樣子的企圖放大到全世界的螢幕上 看這些還要算人嗎都要殺嬰兒了這些左派沒有底線 跟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有目的沒有目標沒有任何理性的亂穿 我覺得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看到這些東西這個樣子人才可以選擇 要不要跟他們一樣要不要跟隨他們這些自由派的人拒絕 抵制屠殺嬰兒他們說墮胎是一種充滿愛的行為他們拒絕解釋 女人是什麼而且他們不斷的呼籲男人也可以懷孕 這個就是美國目前兩邊最不同的地方 我們可以靜下來思考然後可以達到共識的階段 很多人說這最終會達到一個美國第二次內戰的局面 如果是真的話如果美國真的有一天爆發內戰的話 這將會是地球戰爭歷史上最奇怪的一次內戰 同時也是最短的一次內戰 我只期待耶穌趕快來因為消滅邪惡的人應該是他 但是當他來的時候我知道我要準備好我也要有決心 要跟他一起消滅邪惡的人我建議各位也準備好自己 不只是叫你去什麼買槍屯樑搬家搬到一個有水源的地方 更是要禱告讀聖經更親近神 讓自己在這個正義與邪惡的戰爭當中不要害怕勇敢的戰力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請持續關注AI News 就為此新人展現金 coher定十分不 apron 感覶員懶齊 這一套 是散獄的 familt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